自古以来一直都有病从口入的说法 不仅病菌可以通过口腔进入人体内部 很多不健康的饮食习惯 也是导致疾病发生的重要原因 尤其是当人过中年 脾胃的消化功能开始逐渐衰退 由饮食不当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就会更加明显地作用于人体 那么不良的饮食习惯 究竟会成为哪些疾病的诱因呢 处于壮年时期的人群 又应当如何调整饮食结构呢 另外我们讲啊 这实际上生长壮老乙 这个实际上呢 是大自然法则的这么一个部分 也是生命进化过程当中的 这么一个阶段 所以我来想 人是要衰老的 但是我们应该去证实这种衰老 尤其在这个壮年的人 那么说到这儿 可能也有人提了 说你看啊 说我们现在的生活呀 实际上应该说是越来越好了 科技呢也是越来越发达了 可是这种慢性病的发病率 怎么样呢 却越来越高了 好像这种慢性病啊 越来越有年轻化的趋势 有些病啊 可能应该是老年人得的 结果呢 现在呢 壮年人 中年人 得慢性病 得一些病的发病率 再怎么样呢 再提高 也就是它有年轻化的 这样一种气势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应该怎么去注意呢 那么呢 我想呢 可能有这么几点 需要大家特别关注的 首先一点 就是在饮食方面 我前面也提到了 说这个饮食啊 这后天之本脾胃啊 这个在我们人生活当中啊 是特别关键的地方 所以在这里 我首先要提到的 有些人也经常提到的 说近些年来啊 有人说叫什么 叫富贵病 营养怎么样呢 营养过剩 实际上你看啊 现在很多人 特爱吃一些什么东西呢 特爱吃一些 油炸的一些东西 还有动物的一些东西 这样导致一个什么呢 导致一个这个高脂血症啊 什么脂肪肝啊 什么那个糖尿病啊 等等 跟这个饮食相关系的 这些代谢疾病 怎么样 慢慢的升高了 尤其在中年人 反应的特别明显 所以有些病实际上呢 是跟我们饮食习惯 跟我们吃的东西 是有明显关系 这一点呢 实际上在皇帝内经当中啊 也早就提出来了 内经当中提出了 有一个什么病啊 说病名曰什么呀 曰口肝 也就是说呀 这人呀怎么样 嘴里怎么样 发甜 发碾 这叫什么病呢 他把这个称作什么呀 称作脾丹 丹是热的意思 实际上说什么呀 是皮有热 说得这个病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吃一些 肥肝厚胃的东西 动物类的东西 吃油炸类的东西 吃的是怎么样 是比较多 因为这些东西啊 吃完又生湿 又化热 结果倒成一个什么呢 叫成一个脾胃护戒 蒸得我们这个精气呀 往上腻 导致我们口里呀 怎么样呢 发甜呀 口发黏呀 而且这样的人 常常是什么表现呀 说头面部啊 怎么样呢 油光光的 有油 而且有人口唇周围呀 经常产生一点什么呀 什么粉刺啦 什么错疮啦 这类的东西 有的还是比较明显的 而且有些人呢 口里不仅发甜 发黏 而且口气怎么样 也比较重 这是由于湿热乎症 所导致的 那么 对于他怎么去治疗 在皇帝内经呢 也出了一张方子 称过什么呀 蓝草汤 一般来讲 我们说怎么去治疗他呢 御用内经的这个理论 用点什么呀 培兰呀 则兰呀 去去湿 清清热 行性脾 这样把湿热 给去除掉 所以 我也劝我们的一些中年人 这个时候呀 少一些应酬 多吃一些什么呀 清淡的 这些东西 这样 对于我们人体 还是十分 有利的 如今呢 现在生活呀 节奏也快了 人的生活 这个 工作的方式 怎么样呢 也是非常的快了 尤其一些壮年人 人到壮年了 经验也丰富了 人脉也广了 所以这些中年人 壮年人 在单位 在各个部门 也都是一种 中间力量 那就是骨干嘛 那么来家庭呢 大部分也都是什么呀 上有老 下有小 换句话说 也是家庭的一种 顶梁柱 所以呢 他们呢 是比较的 操劳 所以这样呢 也就形成了 他另一个特点 其实我前面 也提到过了 也就是什么呀 由于他的经验丰富 他考虑问题 就比较的多 比较全面 由于他应酬的 这个事情比较多 面临的是单位的 顶梁柱 骨干 又是家里的顶梁柱 需要处理的事情 非常的多 所以他就怎么样呢 比较劳神 那所谓比较劳神 也就是他要考虑的事情 是怎么样呢 是很多的 因此思虑太过 这是中年人 常见的这么一个情况